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天 大概5月份 现在是今年的3月份 过户大概盖了8个月的时间 但依然是没有选装 因为当时盖的时候屋主也没有办法去选 选了一小部分 当时只有60万 就是base price是50多万 加完装是60来万 但这个房子现在再去订的话周边大概在70到73左右 所以因为它毕竟是哈喇的房子 首先第一它一定要够宽 第二它要够高 第三所有的细节一定要做得够好 但是 过了户依然还有个门没装上 半个厕所的门 它是快2900多尺 3000尺 4加3个半的平层 我相信这套房子是你们最喜欢的 我们进来看 因为是嗨烂 所以你会看它的门口所有的树 如果是普通的建商 它种两棵树 就中间这些布什不会给你做成这种 高级的建商 首先它的树的种类一定要变化 你不能啪啪啪种一样的 是吧 10块钱的不行 你要种稍微高级一点的 好 我们再进来 然后这个up light 这个要有啊 是吧 这样晚上出来 这个整个房子才有气氛 是吧 然后人家这个门口这port light是三个灯头的 三个灯头的灯 是吧 然后树的种类 一二三四五 那个长起来是个炉灰吗 不认识 那是个什么草 看这边也是 完全不一样 这边有两个up light 对吧 大门 朋友们 必须是双开门啊 如果是单扇气场 八尺双开门上面带采光 厉不厉害 我上班记得我说 哇 这个是钢门 再高级就是玻璃加钢的了 就是钢做的那种 铁翼的花 非常漂亮 然后再进来地板 我们把鞋子脱了啊 会看到他走啊 超级舒服 当时我们说的就未来再升级 自己再升级成那个 三个led的那个吊灯 三个大吊灯过来 整个这个 因为他是 大概十一 十二尺高啊 十二尺高了 所以 整个坐下来会感觉超级超级的舒服 然后看看看看 那个就是接那个 他那应该接那个摄像头了啊 所以摄像头刚好冲这个 好 再过来书房 书房上面选了颜色 是吧 而且书房正方形的超棒 然后这边的书房是朝前院 所以你 跟客人说话呀 干嘛 都很舒服 然后这 这只有一个led 灯 但是他给你加的掉扇 所以这种就特别 我特别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书架 就很高 然后全石木的 你看 搭个梯子上去 感觉很爽 好 我们再过来 在这个房子的左侧是书房 这边是那个电影院 然后右侧是一个jack and jail 我们先到右侧来吧 嗯 地坦全部洗完了 然后你看 因为它是宽base嘛 所以它的门边看到没有 也是宽的 这三寸 这四寸的块 啊 我刚才 刚才手上站上漆了 就今天过户了 还有漆 来补漆 然后这边你看人家窗户是全部是这样弯的 很漂亮 是吧 再过来 所有的台面全是高台面啊 朋友们 看到没有 这个没有升级 这个没有升级 但是 感觉人家就是 就是普通的塑料给你做的也都特别好 所有的柜子现在没有装麻烧 但是它底下有抠的 上面底下有抠的 你看这个做工 你看这个荷叶 有些人一碰它就晃 是不是 你看这个荷叶 我坐在上面肯定 就出问题了 但是很结实 这个小的你看更结实 晃不动 真是晃不动 然后再过来啊 这个这个当时没有升级 如果这个再升级 但是这个可以完全都可以自己画 自己画龙头的时候也全都可以画 然后再过来 因为是干湿分离的 所有的这个 洗手池在外面 便不是和 呃 这个淋浴在里面 然后就这一侧了 是吧 这个水没开 这边是水没开 底下 底下你看所有的做的 这是拧的 那些便宜的现在都能拔的了 是吧 现在这还是拧的 拧开吧 好 再过来 你看这个 哦 你看看邻居的屋里你就知道这个屋里 品质真的是很好 是不是 而且你去换颜色的时候还是要升级的 嗯 他们今天要今天有点下雨 然后他们把外墙的那个窗户给擦了 你看人家这个 衣帽间的门 衣帽间的门这么高 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好东西 就不一样 刚才我是在这尤其没有干 这把是个入库的closet 再过来 先不要看这边 这边我知道很好 你看 电影院 电影院这块地板稍微有点不行 那个唐七我说就这个地板 就这一片 这有缝 你们是是这一片 这一片地板在修 要给他说 那上次 过来 我们好像没有 没有发现 让整个电影院选这颜色 这个闭灯还没有 所以这个烂头让我重新再换一下 电影院也是双门的 关上 太好了 门一定要 高 是吧 才感觉房子一定要高 够高够宽 你看人家base做的多好 现在好多墙都坐不直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刚才那jack and jill 不不不 我等一下 对对对 这边是刚才jack and jill 然后客厅 你看这四闪床 123456789 壁炉一打开 底下 这是带地叉的 现在我已经感觉到热了 太舒服了 这种白石头 这是我最喜欢的 就贴到顶 对吧 就感觉特别有气氛 在这干啥都行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台面 哇 不顺便趴上来 哎 那个 那个日本那个饭叫什么 受死 那个放的人身上那个饭叫什么 哈哈哈 感觉我们的节目说这个有点露是不是 但听说很贵是不是 这个这个完全 你看我我躺上来没问题 这个太太大了 这个这个 这个包饺子 我跟你说 这共一家人整个社区过来吃都没问题 我一个人 赶瓶可以共四个人包 所以我们两个人赶瓶 这八个人在这包饺子没问题 你看这个 这个砖当时选的有意思啊 他是一套呢 是这样 比如说 比如说 四六十票吧 假设一套是 但是有几个 是有这个边的 剩下这些是没有的 但是 师傅在拼的时候 他不会这样拼 你知道吧 所以 拼出来是没有规则的 有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就连在一起了 有的不连在一起 所以大家 你知道 你们肯定觉得很奇怪 海岸后 过户了之后 门还没有装 还有一个外面那个门的trim 但还没有刷 但我只能跟你说 这已经是 很好了 你知道 已经是很好了 就是 至少他给你交房的整体状态是清清爽爽的 其他建商你根本提都提不成 然后 你数一下他们家所有的柜门数量 这底下这柜子 然后中间还做了改色啊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知道这是多少钱 是吧 这有个还有个 我印象说这边还有个钉子 你想这底下这一圈柜子 我就这样跟你说吧 就是现在这个屋主已经是美食博主 他就是靠去costco 买俩草莓 啪啪中间一切 拿小碗一放 我点价子破10万 就这个角度就行 当时我给他建议我说这三个LED灯还是升级成吊灯吧 因为 这个只是刚才我们擦的 他底下还有点漏水 然后我们就测了一下没有问题 他是那个 当时比如说这个堵住了 然后一下放水压有点大 先放这里面 因为这边是吧台嘛 这是一个 你看这 这边是吧台 所以 我坐在这吃早餐 怕你把煎蛋整好了之后 来个American traditional 是吧 9块9毛9的一个早餐 好这一放 但是没有吊灯 所以 其实如果你想配你的家具的话 这三个吊灯的灯罩可以做一些变化 也可以就是这种 但是你可以做成比如说法郎的呀 用灯罩变一下会很漂亮 所以 这是我见过 当然他买的时候是60万 50万升级到60万 这是我见过 目前70万左右的新房 真的是 厨房最好的 你找不出来什么缺点 那如果要我做 还需要 还需要做一点 就是 中间这个岛 你想想看啊 这个 这个岛 这个岛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是吧 是一样的 中间这个岛 再给他加1000块钱 或者 再加2000 加2000 这边就可以 就Waterfall 就那边 都可以加然后这个石头换成再高级一点的 然后后面那个backslash 直接相同的 贴到贴到头 现在这个backslash 这个颜色 没有感觉有那个对比色 或者让你很跳跃 或者很亮 厨房做出来应该要更亮一点 然后那个 直接贴到上面 然后现在因为没有LED灯吧 应该我印象中是没有LED灯 然后稍微亮一点 反光的 然后再 再做一下LED灯 啪啪 跪 跪底下的灯 上面的灯一打 哇 太爽了 然后 三个草莓再切一个迷糊桃 那通明的往这一放啪啪 等一下点击量20万 是不是 绝对美食博主 你就去超市切两刀就行了 这个厨房太好了 然后客厅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 你感觉 这是病毒 这应该是个客厅 但是这儿你要是坐正餐厅了吧 这得开那种超大的party才可以坐正餐厅 所以 这个区域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用 总之是很好用的 所以 怎么都好 一层的房子这么高的 你想想看 我再往这站一下对比一下 一层的房子这么高 太好了 而且现在你 你再照一下上面这个所有的LED灯的数量 你就知道光线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光线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好 我们现在 那边还有卧室 套间还有半个厕所 过来看 这个是洗衣房 洗衣房 这个水边没留好啊 热水管 热水管 你知道我要说啥 这是给老婆洗袜子的地方 是吧 这车库 车库 因为这是三车库嘛 所以这是 那边是轿车 这边是大SUV 这边是小跑车 是不是 感觉可美了哈 然后这是主卧的衣帽间可以直接出来这样就跟着就是把衣服放在书房 那个那个 把衣服放了 洗衣房了 然后这个没有升级 这是一个 他说我让我不要碰这个门朋友 哎呀 反正做的也一般 过来给你看一下Trim是这样 他都没有刷 这是叫底漆 底漆完了之后就买回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他会拿那个钉子 那种杠 胖胖胖胖胖胖一顿钉 你钉上去钉上去后然后然后拿镜子给他抹 抹完了之后再刷漆 然后这边你看 这边就没刷好 你要是细节抠这些细节那太多 但这个门刷完了 我们看看这个门给你 你看这个就干的不错是吧 你要说新房就每一每一寸每一寸这样检查 然后建商就会说来来把地漆推给你 还没看这个地砖是不是 这边是套间 卧室 高顶LED灯 然后这边是 所有的龙头台面都没有升级 这个不重要 因为新房这也很好用 然后这墙砖都是用最普通的墙砖 灯升级了 所以 我们现在去主卧看 主卧我们不要从这进 我们从正门进主卧 在这边 我真的太喜欢这种猪宝 我就特别想在这吃上一顿 那屋主什么时候提我们那个 是吧 我们Polag 一人一个菜 我可以带新疆大牌鸡 拉条子带过来就吃不成了 活了就 好 主卧 哇 哎呀 我不懂 我给你们讲一下 以前我们他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我以前觉得这个进风 但是两说吧 进风口和出风口都在一起 这个房间的空气会非常非常新鲜 所以你睡觉如果喜欢观众门睡的话 这个房间空气流通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缺点就是这个会进风风一出有噪音吗 但是就看你睡的 有没有神经衰弱 是吧 好进来 还猪 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 啊 60万 60万 啥情况 我没有见过100万以下就属于三面鱼缸 我就没有见过 那你说他60万为啥会有这样鱼缸呢 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想进去躺一下 但是算了 人家已经过户了 好吧 然后再看这个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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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石头 石头这种石头一般都是贴在地下的或者是做花纹一点人家就啪贴到底 这个感觉太好了 这就适合自拍啊 这个是吧 这个适合自拍 然后这边也是看看这贴的 突然这用这么高级的东西感觉这个镜子没有框怪怪的 哎呀太好了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个洗手台这边专门有个熟装台 弄软布的座椅 啪往这一弄化妆卡卡 还有这个当时我们来看还没有还没有做好的时候 呃 哦这底下这个底下这个它是用是用什么材料这个不是塑料的这个是比较高级一种材料 当时我底下做这个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砖来你去过来看这个阶份这个太厉害了 按道理来说我要拼这片砖 我这就是特别夸一下寒然后摩 我要拼这块砖是不是完全都可以搁成这么大的大小 我没有必要做这个花纹对不对 就全部因为这边我这贴到顶多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这边要和这对应看到了没有 这一长一短一长一短这花必须要对上 大哥 我就问你厉害这个包括这边他你看他整个砖没有给你乱拼的每一片给你拼的好好的 包括这的所有的这个 人家所以就是细节做的太好你不服务性 好了衣帽间 衣帽间稍微有点小 我感觉如果有两个这么大就好了 有两个这么大就是百万的房子 然后这边出来就又是那个哪儿了 就油漆未干的地方 再过来 好了就这样 我觉得这套房子我觉得是你们到目前为止 今年我的视频里面能看到最好的房子 特别是这个 大中导我觉得我这太赞了 你知道吧 就是你感觉你买这个房子怎么体重得增加个食道 你体重不增加都不太好意思 吃什么都行 真的是 好吧就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或者也想订这样的房子的话 当然现在已经70多大了 但是 达拉斯刚开始 你们想想看 20年前 就说比如说洛杉矶吧 因为这确实很像达拉斯和洛杉矶 20年前洛杉矶这样房子多少钱 然后你就知道20年后的达拉斯这个房子多少钱 就是这样 我们特别好有个先行者 虽然已经变蓝了 或者他已经一直就是蓝的 但是达拉斯更红 所以他的可能性会更大 就是这样 我是邱瑞 我在达拉斯等着你 在底下留言转发点赞 一定要订阅订阅我们蓝了 我们每天都在更新 未来我们还会有直播 感谢你 就这样再见